我是媽媽 她是女兒 我也有一個女兒 我女兒和她之間是姐姐和她 我未約Rally之前 我是用白手杖出街 有些人見到我用白手杖出街的時候 她會走過來質疑我 你是不是看不到的 你拿一支東西在這裏 你真的看不到嗎 你的眼睛看上去沒有東西 變了令我不開心 而且我也知道 不只是我遇到這些經歷 有很多視像人士都會遇到的 都是我們一個心靈上的挫敗 給Amin搞訊 好 稍後拿 你今天經常看鏡子 很漂亮 九種一樣 她是兒子 她是兒子 我怎麼不知道 她是哪一隻我都不知道 這麼厲害 在我心目中 Rally成為一個很好的橋樑 我初初搬來 我現在在這裏都差不多十年了 初初搬來 左右隔壁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人 因為我看不到 聽到有人走過 但我又沒理由出來 你是哪位 你可以跟我聊聊天嗎 沒有 不可以這樣 所以那時候 自己的心情是比較孤獨 但有了Rally不是的 他們會主動來聊她 模型中都會跟我聊天 是多了人跟我聊天 認識了多些人 我當然是期望我的女兒 在我身邊多些時間 但奈何她的工作情況 是需要轉移的輪班 根本不定時 就算她在香港的時間都很少 變了她又很兩難 所以有了Rally之後 她是放心了很多 因為她知道Rally 其實出去帶我走路 各樣東西是幫到我的 起碼我不會說 好像以前用白手像 可能偶爾又會弄到腳 或者撞到頭 有了Rally之後 沒有這些東西 她是放心的 所以有了Rally 亦都是一個很好的 令到我和我女兒的壓力緩衝了很多 這個是很實的 很有趣的例子 我一打嗦 她就會走來 我一開始以為 會不會是聲音大聲 吵醒她 她走來 她緊張 後來我又試過 在廚房做事 即是裏面那位 她在外面的廳 我打嗦 她又是 她又走進來找我 我試過幾次 正常來說Rally 不會隨便入廚房和廁所 我後來我就知道 原來我打嗦 她會走進來 看看我怎樣 我後來我就摸她 乖了乖了 我說多謝你關顧 媽媽沒事 她又另一人頭 她又走出來 由第一日 在美國見到她 我已經這樣跟她說 我是她媽媽 我會和她一齊生活 到她最後一天 我經常都會說 沒有訓練過的狗 怎麼會有在做事的動蠻犬 牠們不出來小小見識 到牠們做事的時候 牠們的緊張情況一定會有